今天我們的來賓非常特別是台灣第一AV女優吳末末 末末呢剛剛跟我們分享了他小時候成長的故事 以及為什麼會進軍這個AV圈 好 那這個關鍵就來了 你的家人知道你進入的這個AV圈 AV產業有什麼樣的這個 對你有什麼樣的能接受嗎 在台灣AV女優應該兩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沒有 現在有三百個 三百個 有這麼多 可見我看的還不夠多 是 可是你看跟這個整體的很多的產業來講 這還是一個小重 而且很多的社會上的道德壓力很重 所以你的家人 比如說我看了一些報導說 這個你的母親是去年才知道 2020年 前年 前年才知道 那前年她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重現一下 你怎麼告訴她 我其實是插在蛋 因為以前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突然爆紅 或者說是以前都是想說低調轉 後來也很擔心被家人知道 後來是上了新聞 因為跟日本片商有開會討論 然後被爆上了新聞 最近中子通講的那一段 對 就是說你一度有機會到日本去拍片 他臉要成為台灣出光 就只是開會我就把人家爆出來了 結果反而就沒有 不過我覺得也跟疫情有關 對那沒關係 至少你現在在台灣還是這個地位非常穩固 好的 所以那個時候因為上了新聞 對因為上了新聞之後 我媽媽就跑來跟我講說 蛤 什麼你居然現在已經是在做這個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因為其實我在那個前面的半年 就有跟她講說 我是在走目前的工作 然後拍一些影片 但是不像是 她以為是像千千那種YouTuber 因為我很會吃飯 她覺得是網紅 覺得你是大衛王就對了 對 夢夢因為也是疊字的 千千夢夢露露剛剛好 所以她一直以為我是走吃播的YouTuber 我就跟她說不是 我不是走吃播 夢神露你也是吃播 只是吃的東西不一樣 馬上開車了 很厲害 然後她就跟我說 就是那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就要做到最好 那你要記得存錢 不可以讓自己在這個AV生涯裡面 是一無所有的 那如果你可以 你讓我看到你 就是大手大腳的花錢 你就完蛋了 這樣子 所以其實夢神露給你的 是一種勉勵 對啊 對就是說希望你 既然決定要走這一行 好好的走 不要這個去染上一些惡習 對不對 不要一個包買幾百萬的 隨便被一些拿開紙騙 對不對 我覺得某種程度 那個媽媽對你還是很 應該說是很用心的 希望你是一個很 就是說在一個很好的職業上面去發揮 對 所以那個時候你應該是 有點感動 我自己會覺得 哇我媽居然這麼開明嗎 我知道她開明 不知道她這麼開明 不是因為現在你要知道 現在自從你紅了之後 你媽媽的店 聽說很多人去啊 還好最近去山上有去吃飯 你有去吃 對沒有到那麼多人 但是有客人就看到你 就說夢夢幫我簽名之類的 沒有因為我平常是素顏 所以我素顏跟一般有在上妝 在開鏡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以後到陽明山 文化大學附近的一家麵店 不小心看到一個素顏的女孩子 髮型跟這個夢夢跟著 搞不好就是她 趕快問她 但是這個家長的部分是一回事 男朋友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某種程度你是帶著你男朋友下海 是啊 這個 而且你男朋友其實職業是很 就是一般人認為說是很優秀 所謂的醫師 對在社會上 結果居然變成一個永遠 永遠在影片裡面就是打馬賽克的人 因為他們醫院不准 對啊當然當然 他不能承認 但是我相信認識他的人都已經認出來了 對 但是沒關係 我說重點來了 你是怎麼認識你的男朋友 我是搭訕認識他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拍30秒的短片 但是那個30秒可能會拍10段 分成10段來拍 所以我要一直想企劃說 那我今天要拍什麼樣的企劃 我可能去找黑人 白人 副子洞 那種特別的企劃 我的腦袋在這邊想說 我今天要拍什麼樣的A片 我想說我今天要拍搭訕主題 我今天會出現在台北車站附近 然後就先給觀眾們一個 就是知道說我今天會去哪裡 你就發在IG或什麼的 或是推特 對 也有在S平台 就是我今天會去哪裡 然後去了以後被打槍兩三次 就是大家都以為我是詐騙 不是通常都會認為怪怪的 其實我是帶著助理 因為我助理會拿著手機拍 說不好意思可以請你跟我拍片嗎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不好意思不用不用不用 對 通常會害他 結果這一位就是你男朋友答應了 對 那時候你也嚇到我 你根本不認識他 因為已經搭訕到第三個 我想說如果這個再拒絕我 我就要回家了 這個計畫就終止 就失敗了 對就算了不拍了 結果沒想到 他說他之前在瘋男的YouTuber看到我 我就是S平台的付費行銷 對 有曾經看過我這個人 知道我是真的在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他就願意試試看 對試完以後 然後一試成主顧 沒錯 好用一直用 好 這個大家要記得 在台北車站附近 如果有女孩子跟你搭訕 要記得要同意要點頭 也許就是一段好姻緣 只是呢 你可能就要從此下海了 不過 因為你的男朋友雄吉 這個現在已經變成是AV界 我想應該 台灣如果有第一AV女優 他應該可以擺在前十名的AV男優 不行 不行 沒有露臉怎麼可以 沒有他就是一個馬賽克臉 就是他的特色 反而變人設 你知道嗎 不行沒有露臉的男優 不能叫男優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當你 就是說當你後來 因為他變成你的固定 這個所謂的男主角 對 他會不會覺得 就是說 每次都是 你看你去拍片 對 然後滿意送你 他沒有片酬喔 對他沒有片酬 對啊 他不會覺得很虧嗎 我一開始有提出 要支付片酬給他 因為其實我賺的也不少 然後他就說他不缺這個錢 他是比較偏大男人 他不想要給女生支付任何費用 但是我們後來有談論說 我們今天拍完之後 我請你去吃東西 他的一餐 就變成 其實就變成你們的約會 對 也可以這樣講 其實這是一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 一個感情的一種方法 我們以前就是吃完 拍完片以後吃飯 可能會吃一些無菜單 日本料理 吃牛排 現在就變吃夜市了 為什麼 因為都要我付錢 你說他貼心就對了 沒有我選擇了 就是可見最近這個 AV產業 這個發展不景氣 是 但是 但是我們剛剛 既然講到這個 你跟這個男朋友的狀況 我們就來講一講 這個台灣 AV產業的一些特色 是 因為其實你從這個拍片 到 因為你說你從這個 一開始你就是 連發想這個 這個idea 靈感 然後呢 從這個劇本的寫創作 然後呢到這個現場的 比如說 工作人員的去找來 找這個工班 攝影班 這個剪接班等等 來拍來剪 你基本上你是 一手包辦 我就是校長兼狀中 校長兼狀中 對 就是女優兼導演 製片兼導演 所以某某程度 只要今天是無貌某某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 由你一個人主導 可以這麼說 差不多是 那我比較好奇 所以你基本上 AV產業的每一個環節 基本上都會接觸到 因為有很多 比如說如果他只是演 負責演 他可能就不會知道說 比如說這個資金 籌措 比如說片子要賣到哪邊 或是比如說 工作人員要從哪裡找 等等的問題 所以你基本上 你都能夠了解 都大概可以了解 但是有一些專業的東西 我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去實現 像是拍攝 剪輯 那些都是我不會的 沒關係 只要交給專業 但是你可以 就是 叫他們做事 但是你可以理解說 每一個環節 比如說 這個環節要花多少錢 那個環節要花多少錢 然後一支片的成本 大概多少 對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像 你最近也拍了一些 這個YouTube頻道的 這個影片 去介紹這些 AV的這個產業 我們就從第一個 就是說 AV男優跟女優的待遇 的差異 目前台灣的話是 三萬到二十萬之間 就是女優 女優 男優的話 六千到一萬之間 這差好多 因為 大家其實看A片 大部分還是在看女優 因為 我們台灣也是有那種很帥的 AV男優 有一位 好像叫什麼 陳凡奇 凡奇 對 他也是這個演藝圈 從這個光明演藝圈 墮入暗黑演藝圈的 他還出過唱片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居然在AV界發光發紫 他有這個片酬比較高嗎 有 他有片酬比較高 他現在是專屬男優 所以專屬男優會開給他一些 比較高的片酬 相對於AV女優 他還是比較低 當然 大概可能只有五分之一 OK 好 那你剛講 女優的那個價格 範圍很大 對 三到二十萬 三到二十萬 所以如果怎麼樣的女優可以 比如說要什麼樣的條件 是身材 是臉蛋 還是演技 我們會從 顏值 然後身材 皮膚狀態 還有你的表達能力 皮膚狀態要怎麼看 皮膚狀態就直接看你全 所以面試的時候 要請他全部脫光光 我們會請他脫到身內衣褲 因為可以 除了臉上的皮膚狀態 也可以看到身材上面 有沒有看看巴巴 那些洞 像我身上就有非常多的 臭脂的巴 那個就會扣很多分 所以你大概只有在中間而已 我是中間段位的 我其實是一開始有 片商找我要來拍片的時候 他們開的價位是六萬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價值不只六萬 然後我就說我自己的片 我實現給你看 我一部片可以賣到兩百萬 結果咧 可以啊 結果你就成功 所以你的那個片酬 就往上提就對了 嗯 我就沒有再給他們請 我當然也就拒絕那個 開六萬給我的片商 對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自我品牌的設定 就如果你呢 三萬的案子你也接 六萬的案子你也接 你就沒有辦法變成那個兩百萬 一支片可以賣到兩百萬的這個旅遊 是 對好 這個是吳茂茂的一個個人的經驗分析 當然講完這個薪水待遇 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台灣的這個法律 一定有很多的觀眾朋友說 台灣為什麼可以拍魚片 台灣其實在88年之前 都是不能拍的 對我們小時候你知道 最有印象的那個薪薪跟水電 台灣水電工 對 對不對 那時候拍A片還被逮捕 用這個什麼 妨礙風化 用那個散播猥褻物 有刑責 還要抓去關 但是在後面88年之後 他會有一個大法官試資留意器 他大法官有解釋說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拍的 像是印瑞 印瑞有 SM性暴力的類似的東西 他是嚴禁拍的 如果拍了他就是妨礙風化 像是軟銳 所以題材還是有差 對有題材 除此 除了上面講這些之外 以外都是軟銳 軟銳只要不要踩到 耳少法跟公共場合 這兩個之外的都算是軟銳 劇情片 所以你看現在台灣很多 因為你看過去 剛開始台灣的AB團員 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就有過那個AB女優在比如說 忠孝東路上拍片 什麼車鎮 然後就被這個警察寒送 用社會秩序為護法等等的 或者是我之前也看過一部是 好像是等一下 我在這邊分享我看過的條款 有一部是他跑到那個 類似河濱公園 或是什麼那個廁所裡面拍等等 對就是過去其實剛開始我們的產業 剛開始他沒有一個專屬的攝影棚 像現在其實各個片商 基本上都有一個那個 自己的攝影棚 很專業的攝影棚 對 有這個什麼捷運車廂的 有學校的 有這個醫院的 對不對 其實那個是同一個攝影棚 我知道 對我知道 因為我都有看他們那個 什麼從這個棚 然後另外一個棚 然後那種 的介紹 那種類似那種 的那種介紹 對 這樣講好像我看很多的樣子 沒有我是做學術研究 因為要訪問吳孟孟 我必須要做一些功課 所以我們講這個 剛剛講法令的問題 就是說題材 跟這個拍攝場地 那比如說 會不會因為現在是因為網路 所以你只要滿18歲 就不會有這個所謂的 額少法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的 網站都會挑一個東西出來說 你滿18歲了嗎 對 那個東西我想我也滿18歲的人 都會點一滿 沒有這個叫自律 這個叫適當的隔絕 年齡分級 年齡分級 對年齡分級 我網站只要做到這個東西 法律就跟你說 網站沒有責任了 就是這個平台他就可以免責 對已經可以免責了 就告訴你說我已經告訴你 這是限制級內容 是你自己要點進來的 好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比如說像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是 這種是所謂 這個就是所謂的老師 對女教師 而且要有黑絲 有黑絲就有流量 我很好奇 就是說 你在拍了那麼多的這個片子之後 因為你拍了很多片 都要去中國大陸 去中國大陸販售 對 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 目前兩岸華人的AV市場的 主力的市場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當你今天拍片 你在學劇本的時候 如果這個腳本 這個這一部片 主要是要去中國大陸市場販售 會不會你在寫劇本的時候 會有哪些比如說用語的差異 不會 我還是會以台灣為主 我自己的話會以繁體子 跟台灣的觀眾為主 因為其實在中國大陸 他們會知道台灣的文化 他們會大概知道台灣的用語 有哪些 你希望你呈現出來的 不要被人家以為是那種什麼 很像是為了拍給對岸看的那種片 對我不太希望是那樣子 就你想要展現的是台灣特色 是 我有拍過冰港戲師 然後昨天也拍了鬼片特輯 鬼片特輯 就是半女貴 就是預計那個中元節檔期要上的 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最近那個地獄展也很流行 這個也會有這個地獄梗的這種片子 好 那我們再繞回來 所以你的片子就不會有那個什麼兩岸的 比如說有人講說什麼生殖器 就會在對岸叫什麼 在台灣是叫另外一回事 對 目前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是拍給對岸觀眾看的話 我就會因應他們想要的文字 去做一個調整 但是我目前還是專注在給台灣觀眾看 因為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台灣人大部分是看 比如說看日本的 日本人拍AV也不會用台灣的用語 就是用語的差異 就是因為很多人看那部片 他就想要知道那個國家的文化 對不對 也許對岸的很多朋友也想要看看 你台灣拍的片子是不是有台灣特色 也許是這樣你也有一個市場區隔 因為台灣大部分因為他是 我相信很多的這個贊助商都是從對岸 對 那結果呢 他們為了要迎合這個對岸的這個贊助商 有時候我看那個片子 不是 我有講了一部好像我看很多遍 有一些 我是為了做這個課程的研究 有一些片子他裡面就會講的那個 明明你是台灣人 但你要講故意那邊捲舌 然後呢 要講什麼視頻 這個視頻 哎呀你看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 多好賺 多好賺等等的 所以你有時候就會覺得有點似不像 像你的片子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接受廣告 廣告那個贊助商的 對 他們有邀我說如果這部片給我多少錢 這樣子讓我作業置入 我不貼那些貼紙 也不念那些口播 所以貼紙的話 這個女優可以加薪了 不能加薪 但是她的那個製作 team的製作費用會增加就對了 製作費用會由 就由人來贊助 來負擔 難怪有一堆的女優就是貼了亂七八糟的 沙龍帕斯 那等於那個團隊就不需要出資者去付費 而是由贊助廠商來付費 對就是找到了贊助商的概念 好 所以你看這個吳莫莫就是 也算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她才能夠堅持不貼這些沙龍帕斯 好 那當然 我很好奇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講過 有一些人到了現場 就會出一些狀況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的 比如說有些男優 一開始說講自己多勇猛怎麼樣 結果一到現場 如果不行的話怎麼辦 扣她薪水 我們會給她一點時間 但如果她真的都不行 我們就會真的扣她全部的薪水 那你們會不會比如說找一個備案 可以發 但是前面通常都是文戲拍完了以後 再叫她演肉戲她不行 有一些是最後是借位把它拍掉 但是扣她全薪 這樣子 等於她就只是去做一次這個發洩而已 她就沒有薪水可以拿 她可以去練習表演 等於讓她來實習 怪老闆 沒有 這個就等於有點類似讓這個男優來實習 因為如果 就等於說她你準備好嗎 算是 好 那這個關於台灣AV產業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再繼續來探討 卡